大家好, 又來到Star Talk的時間了 今集Star Talk 我們要找到俠家辣的兩位演員 包括我身邊的Gigi、梁詠琦 還有君如和大家一起聊聊天的 你好… 你好 很久沒見了… 君如這次再次做監製, 由主演 是導演的真人真事那篇移成 我想知道最初你接到劇本時 你覺得整件事的勞動去問是怎樣的 陳可新很喜歡吃火雞 由一隻火雞開始 他在這個Clubhouse那晚 招呼那些委員們吃火雞 我說好, 去吧 整晚對著外籍人士 人人都在說英文, 我很悶 突然有個男生, 很有趣的造型 碰到這個導演 這個導演其實不是導演 他沒做過導演 沒做過導演 就走過來, 我以前很喜歡聽你的電台節目 就在那裡吹嘴而已 真的吹嘴, 很能說的 吹到他如何在疫情中 有一瓶辣椒醬 如何在網上, 社交媒體 賣到這麼多錢 我說很有趣的故事 然後我就抄了他的牌照 對, 那就抄了他的牌照 真人真事 然後很貼, 又很貼香港 我說好, 博取 我說我一力承擔 我當監製, 我付錢 這樣, 會很豪氣 然後導演也有滴滴汗 你是不是在玩我 是不是在玩整股遊戲 對 我們真的很認真 我們劇本搞了半年 我知道你們之前有合作過 但同場的戲份也不是那麼多 多 重點是否可以過足人 還要一起戲劇 真棒 這次經過很多層激烈的討論 找參加者 有多激烈, 我又想知道 其實參加者是一部電影 最有趣的部門 選一個戲劇演員 豈不是對喜劇事半功倍嗎 是 我們想了很久 首先家裡有父母的家庭 我覺得Gigi很適合演 因為之前拍了很多學歲片的戲劇 年紀也很適合演, 雖然… 不是, 不是… 你怎麼在這裡生氣 在這裡生氣 我第一天遞劇本給Gigi 那時候我們約了 也是在私人會所見面 印了劇本出來, 很古老的 不是在網上給他一條連結 我喜歡… 對, 我有拿公文袋入廚 然後我說這個劇本 如果你不願意當媽媽 我立刻背回來 當作喝餐茶無數 我當時沒有想太多 直至你特地約我出來 我才覺得是否要想想 以我女演員美女的角度想想 你也是美女 你為何要細心 你會幫我想, 我會考慮的因素 當媽媽, 其實很多女演員 去到一個位置未必會接受 以前接劇本 這麼大, 兒子不接 我真的有試過嗎 推過很多, 無數 而且兒子是那個 兒子是… 那個歲數 二十多歲 是 我比較緊張, 兒子靚靚靚 是… 也要像我一樣 是 其他事情, 你說女演員 我覺得其實沒所謂 計算一下, 計算一下 如果我這個歲數 如果不是做這行 我可能二十歲就真的三十歲 因為真人真事是這樣的 對, 她的媽媽真的四十多年 對 你自己呢? 有時候當監製 未必想想自己參與 其實也是一張牌, 老實說 是… 喜劇演員當然會有演員 對 當然是, 但我覺得在劇本裡 我覺得我當媽媽 我覺得又不夠特別 Gi做就比我更特別 我之前也可能做過兩、三部媽媽 所以我選擇了做姑媽的角色 我覺得你真是喜劇何須 喜劇女演員的秘組 還未到, 作為新人 這次這個組合 其實見到你, 見到中基 見到我 已經覺得很有喜劇何須的效果 如果演出喜劇 其實背後有一個使命 就是很希望可以入場的觀眾朋友 哄到他們, 開心 這次你們也秉承著這個宗旨 現在不知引觀眾笑很難 因為世界可能已經更荒謬 更好笑 也不知道怎樣找一些東西 更好笑, 讓大家放鬆 我已經差不多五、六年沒拍這種賀歲片 我出道是沒得選擇 同期的演員沒得揮 所以我就選擇了這條路 我其實不是想做的 我是逼迫做的 對 這條路很難走的 你說拿了不到他 觀眾認同, 很少, 很少 有一個觀眾跟我說 他沒事的, 只聽到他聲音 是覺得毫無演技 你聽到會有什麼感覺呢? 當然會不開心 但最後想起就對了 最後使命 知道你笑, 忍忍到你笑 或者你肯不肯賺錢來看 那是重要的 所以這條路一直鋪出來 你會否現在很有滿足感 原來這麼多人都很喜歡 看舞蹈劇演戲劇 我更想做愛情片的女主角 內涵的年紀已經… 也有黃昏戀 你監製都會有機會 對, 我會的… Gigi, 你覺得演戲劇方面 有難度嗎 其實我覺得演戲劇 有時候也要看看演員本身 有沒有這個幽默感或喜感 我覺得我是一半一半 我要有人去撩住 我剛出現的時候 其實是拍了幾部喜劇 反而放輕鬆 丟掉了… 吐了一套 吐了一套 很輕鬆就可以做到 當自己走出一條事業 例如唱歌或演愛情片之後 反而演喜劇的包袱 會覺得多了一點 近幾年又稍為放低一點 放輕鬆一點 又覺得好像又容易了一點 這套戲裡面是有些東西 以前我自己也沒做過 他有時候有些很粗糙的東西 是 罵、絕核等等 有時候又對過兒子 那些他完全能送到 對於這次的電影 你們兩位有沒有一些 你覺得其實挺大的挑戰 我設計了一個造型 其實我很久沒做過這麼偷樣的造型 但大家覺得很開心 始終都是這些造型 設計了 80年代有一個很出名的 專教跳Aerobic 很出名的女演員叫曾方達 我模仿了一個造型 但姑媽我覺得是專門肉潤型 這幾年都是瘦底的 我問我如何把他弄得更胖 做個特技圖 墊一點 胸 胸 把肉汁全部淋出來 拍攝的時候 我穿著那件衣服 全都被人笑得 爆笑 爆笑 那我在家裡中了 我很久沒這樣裝鬼裝麻煩 除了造型上有些挑戰 我看你這次可能要面對辣椒 會冷眼、會燃眼 現場我真的要對著這麼大的鑊 單手… 很有扮演 單手的炒辣椒 是否關你整天做蛋糕的事 其實我很少煮牌 是真的觀摩,他做了很多研究 真的找當事人去示範 在家裡怎樣做、怎樣剝 就跟他學習 拍攝後,我還… 因為現場有很多辣椒蒜頭 就是道具 有什麼剩下的材料都給我 然後我回家,自己在家裡炒辣椒 可以嗎… 當然沒有真正的那麼好吃 你又要粉蜜登場唱歌 對,很喜歡 粉蜜主題曲也要唱 有個場口也要唱歌 因為姑媽 很喜歡跳舞群組 節目就是每天去海灘 跳舞唱歌 在舞鑑業上 她是懷疑 懷疑 懷疑 強制性 離不開你,你還是要唱一下 對 不知道是吧 我覺得唱歌好像很努力 我覺得觀眾喜歡聽歌 喜歡你因為歌手 對 聽我唱歌就因為有代合感 不是每個人唱得那麼好 主題曲師的監製很好笑 她說Gigi有一個標準 阿君如有標準 我說她是標準 很明顯,我是低的 在錄音的時候的感覺是怎樣 簡直是滋閃 那兩、三個小時 她在教我樂理 又說在鼻子發音 又想高一點 又說拉起我的額頭 吊鐘向後 Gigi錄了多久,你告訴我 她說她錄了兩、三個小時 我說對,你專業錄兩、三個小時 我不是專業,只錄三天 你唱到音樂就可以了 其餘我再幫你 就在學聲樂 出來的評語就說 我是比較趣 有沒有愛上了唱歌 再出唱片 她出唱片 我知道… 新人獎拿銀獎 厲害 再出… 但她避開,我不要說 不要說這些 整件事是關於疫情 正正這兩年大家發生的事情 你們拍攝時會否有點共鳴 很有意見 我也試過隔離 在家裡最剛開始的時候 2020年3月 我坐不到那輛飛機回香港 只差了六個小時 然後… 我戴手帶 我第一批戴手帶 然後14天,我心想死了 但幸好也不錯 就是從家工作 很多人都在拍攝 拍攝 我們的女兒 看到你坐在家後 你為什麼不用上班 對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會很有共鳴 經常被女兒逼去休息 我說我家好像比漂亮 其實是,不是我真的這樣 不是跟我說乾淨 疫情之下Gigi的生活又如何 跟你在家裡 體驗另一種生活 又有另一種… 學到人生新的課題 是 有吵架嗎 早餐在家裡想想 早餐吃甚麼 下午吃甚麼 晚上吃甚麼 生活習慣改變了 學多了很多東西 可能有考煮菜式的牌子 對 然後有陶瓷、水墨畫 我有興趣很多 以前沒有時間做 而且你發覺以前人生 花了很多時間在路途上 乘飛機、去那裡、去那裡 收拾行李… 收拾行李很累 收拾衣服 是在休息的手工 不是那麼輕鬆 是 變成這個疫情就可以做一些 以前想學的事 問起這個問題 我這兩年 我考了兩級鋼琴 都說你喜歡音樂 其實喜歡學彈哥哥 但因為我女兒一定不練琴 然後我就陪我女兒學 她看我學,我也學 但我從來沒有低起心考考 我還沒讀過樂理 我就是用這個時間 然後我緊緊合格 你以後可以考三級 我可以,我想要跳級 是不是跳級 就是因為這個疫情 我不用對著考官 錄四首歌,連戲彈四首歌 如果有考官,我想我會… 很緊張 你跟我女兒在做一樣 有考有級 我跟她拍影片,我正在做那個 對,挺緊張的 坐著再錄,再錄 成績了嗎? 成績了嗎? 對,下一級就低了一級 我覺得疫情令我們… 新挑戰 新挑戰 對,今天聊得很開心 希望接下來這部電影大秀 好,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帶著一份開心回家,好嗎? 好,謝謝… 謝謝你,謝謝 謝謝